其实悬疑跟这个类芯片 尤其是你们刚刚有分享到的 他需要两个剂去剖析 其实在剧开拍之前 相信就要去做出非常多的沟通跟钳制 准备就是看一些电影 然后跟大家交朋友 主要是这样子 然后上一些基本的一些训练课 警察的一些搏斗 然后一些跑酷训练 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交朋友 交朋友比较重要 我感觉到你耳朵 交到很多朋友 你耳朵 可是现在是交朋友已经是很magic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熟的时候 对于彼此的这个想象 我知道你是从小看他那个戏剧长大的 有吗 没有 不会啊 你干嘛要乱讲 我太熟了 对啊 所以就是实际上面相处 跟一开始的这个预想 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就好像本人比较白一点 然后 我们在讲精神成分 你现在跟我讲 膚色的深处 就是 好先讲本人比较白一点 然后他话 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少 然后更难接触 然后到开拍的时候 那个感觉会更强烈 所以你是会觉得他坐在椅子上 宅宅哥然后不敢接触的那种 也不会当宅宅哥 就是觉得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世界 一直以来 对然后之后 有一次 我们就突然开始聊天 因为拍完一场 蛮重要的戏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 然后他就突然开始跟我讲很多 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在那天之后我就觉得 好像他的世界有被打开了一点 然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 蛮好笑的人 他很冷幽默 他就自己也会传一些照片给我 然后 你要讲清楚 就自拍照 我们都会互传一些自拍照 然后他讲的话就是 有时候没有哏你知道吗 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那这是属于男人之间的 他聊天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就讲着讲着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都会敷衍 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回 然后他就说 我回话 片场其实男生在一起 是应该是蛮有火花 也蛮好玩的 看我们在线权聊什么 聊我们其实很有话题 就是聊私底下 聊一些人生的态度 然后或者是 最常聊的就是表演的一些方向 我觉得这个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好消磨时间 而且因为拍完一场戏之后 我发现他是一个感受型的演员 也就是说他很吃对手必须要给他一些 或者环境现场的氛围 帮助他进入到角色里 他才可以爆发出来 你当然他教一个80分的表演OK 但是我们期待是你超过100分的表演 就会希望帮他布置好这个环境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亲近很多 必须要跟他讲 让他更了解我一点点 所以其实这还是一个演员要互相 互相影响跟互相激荡出潜力的一个 我觉得就算如果真的是不认识的话 好像没办法很自在去看着他眼睛 因为我们的开始 就是说我们角色刚开始的面对 其实一直都是对立的 有时候默契 默契是慢慢要合作出来 比如说你们演兄弟慢慢自然而然会有默契 你一开始就是对立了 如果没有去把这个东西打开的话 他会永远是对立的 那个等于说默契的方面 要很晚才能进来 所以邵淮你不是对立的 我有点忘记了 因为是去年拍了 通常我拍完DK戏我 我真的完全都忘了 你如果现在突然问我昨天中午之神 我真的醒不起来 其实这样的人生应该是蛮快乐的 不是应该是说就是 家里有两个小孩 而且都很大 然后我只要一个快六岁 一个快八岁 还好啦 我这边已经会顶嘴的 我只要一离开家里 谁在那边跟你讲工作 他在讲干话 他在那边讲那个 需要放松是不是 对啊 你也需要放松吗 我需要 我大家都需要 不是不是 出来工作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情 跟你一起带小孩 疫情期间我超想工作的 对啊 杜萱你应该不懂这种心情 我不太懂 没关系你很快 不要很快 这边这条线画完之后 我们祝福你不要太快 进入到这个姐姐里面